好 那另外一個常見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 task 就是 factorization 或者是說你可以說他在做recommendation 好 那這個goal是什麼呢 基本上他就是說 OK 好 你今天給定了一個dataset x 那我試著去想辦法找出背後的原因 也就是factors 那試著可以去解釋這個x這個dataset 好 那這件事情呢其實對recommender system很有用 什麼是一個recommender system呢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amazon上面 就是那個賣書的這個網站 那你可能看了幾本書 可是你會發現他會推薦你說 那曾經喜歡這本書的人呢 曾經看過這本書的人呢 也看了以下哪幾本書 對不對 或者是你去個購物網站 他跟你講說 買過這個人也曾經買過什麼什麼書 這樣子 那這個基本上他推薦你去看一些額外的商品 那這基本上就是一個推薦系統 就是一個recommender system 好 那在這個recommender system裡面呢 這個x呢 其實有一個特殊的表示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裡面的每一個這個 我們的這個dataset裡面的每一個datapoint 其實是一個metrics裡面的一個row 那每一個datapoint呢 代表的是一個user 他跟這個items的interaction的log 比如說在amazon裡面 那每一個x呢 代表的是一個user 然後他的這個x裡面的attributes呢 或是features呢 代表的是 他有沒有跟某一本書或是一個item 有過interaction OK 比如說第一個row的話 我們就看到說 tad的這個user 有沒有跟a有過interaction 那tad有沒有跟b有過interaction 那這邊如果4的話 代表是 可能是說 那tad呢 曾經對b這本書呢 給過4顆星的評價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這個x呢 因為它的格式比較特殊 那裡面的每一個cell呢 我們都知道 它可能代表的是一個rating 對不對 那我們就稱它為是rating matrix OK 那這個rating matrix 其實裡面的這個cell 不見得真的要是一個rating 它不見得要是一個explicit rating 它也可以是一個implicit rating 比如說你可以藉由這個網站背後去觀察一下 那使用者的behavior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說 那tad呢 看a這個網頁 它的時間是多久 那user不見得真的要去click rating 那你也可以得到一個分數 可以嗎 好 那這是implicit rating 那不管是explicit rating matrix 或是implicit rating matrix 那recommended system要做推薦 它基本上用的方法呢 就是試著去factorize 這一個rating matrix ok 那它怎麼做呢 好 那它的目標是這樣子的 given這樣子的一個rating matrix x呢 我希望找到兩個matrix 或甚至是多個 我們這邊講比較簡單的case 我們就舉兩個就好 就是我希望去找到兩個這個matrix such data 盛起來之後呢 可以跟x越像越好 ok 那這兩個matrix 我分別命名它為w跟h 那可能可以看到這個就是w 那這個是h這樣子 那這個w跟h呢 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呢 這個w呢 是一個長長的matrix 也就是說 它的column的個數很少 那h呢 是一個扁扁的matrix 也就是它的roll的這個dimension呢 是很低的 那我們會知道的是 那所以w跟h呢 基本上都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乘起來之後呢 也會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個cost function 其實我要找的是什麼 我要找的是w跟h的乘積 那個乘積呢 會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那我要讓這個low rank的matrix呢 去approximate原本的x ok 這個x 原本x可能是high rank 那我現在要找一個low rank的matrix approximate 原本的matrix 這就是這個typical的這個linear algebra的問題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是low rank的呢 為什麼這個h要是長長的 這個w要是長長的 h要是扁扁的呢 那原因是因為這樣 因為你要找的是原因嘛 就是factors嘛 對不對 那你當然希望這個原因呢 比如說你今天看到tad對b會是4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這個數字呢 如果你今天用w跟h去表達的話 那它會是1.4乘1.3 加上0.9乘1.1 對不對 ok 那這個1.4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某一個跟人有關係的factor 加上某一個跟b這個item有關係的factor 然後乘起來之後 它可以contribute4裡面的一部分的value 對不對 那人裡面有另外一個factor 那這個tad有0.9 在這個factor裡面有0.9的這樣子的指數 有這樣子的高度 然後去乘上b呢有另外一個factor 那b這本書呢有1.1這樣子的高度 然後乘起來之後呢可以contribute 去解釋tad為什麼給b4分這樣 可以嗎 所以你當然會希望這個factor怎麼樣 越少越好啊 對不對 那這個factor 如果這個factor可以很少 然後就可以去解釋這個x裡面的這些值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就找到了一些共通的原因 對不對 所以通常呢 這個w的column數跟這個h的row數 是比原本的items啦 或者user的這個dimension是來的低的 可以嗎 它是一個low rank的approximate 的approximate ok 這是第一個特點 那第二個特點呢 是這個w跟h呢 我們會希望它的裡面的每一個element 都是positive的 ok 在這邊我們寫的w大於0 這個matrix代表的意思 其實是element wise的 就是w裡面的每一個element 都是大於0的 這樣子 可以嗎 h也是一樣 那為什麼要是positive的呢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希望找到的是factor 它去contribute 你看到的某一個rating 對不對 那如果它可以是負的話 比如說這個是-0.9 那代表是怎麼樣 factor之間可以互相抵消的 ok 那可以互相抵消的話呢 那你就不確定 你找到的東西是不是factor 你懂為什麼 它可以加加減減之後呢 最後只是4 可是其實這個中間呢 可以是2000 然後這邊是-1964 這樣 隨便一個值這樣 可以嗎 那反正 加加減減之後呢 那得到4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夠 去解釋說 那個裡面的是 是某一個東西的程度 不是factor的一個程度 對不對 那如果它是正的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factor可能代表了某些 這個原因 那這個1.4呢 其實是那個原因 真正在tad上面的程度 有多高這樣 ok 所以是正的話呢 就會比較好解釋 讓它4可以想像成是factors ok 好 那因為這個constraint 第二個constraint 就是它要是正的的關係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用 我們在linearalgebra裡面 傳統的方法去解 然後你不可以對它做 譬如說 這個這個這個 eigenvalue 或是sbd 的decomposition 然後把中間那個d 切一半 給w 另外一半給h 你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那這邊需要用到比較特殊的解法 好 那這個解法呢 其實 其實從 大概從2000年 19992000年 被propose出來的 那這邊各位同學可以去看這麼不講 好不好 不過它的名字叫做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簡稱mmf ok 那這邊有reference 如果各位對這個解法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 基本上 如果你今天真的解掉它了 然後你找到了w跟h ok 那怎麼樣可以幫助recommender system 去做recommendation 怎麼幫助它去做推薦呢 好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知道的是w跟h 如果它的solution 把它寫成是w star跟h star的話 好 那這個x 他們撐起來的東西 是x star這樣子 ok 那這個x star呢 它基本上會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對不對 好 因為w的column數跟h的column數都很少 換句話說他們的rank都很低嘛 所以rank相乘不會無中生有 所以x呢 基本上它還會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對不對 好 那x是一個low rank的matrix 它基本上它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知道從linearalgebra的角度來看的話 每一個matrix可以代表的是一個map 對不對 就是一個多維度的function 它的value可以是多維度的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好 那這個map呢 如果它是low rank的話代表的是 我對它做一些projection 或者是基底變換 它可以把它轉到另外一個map 那個map呢 是在某一些基底裡面呢 它基本上其實是很簡單的 它只會在某些基底上面去做縮方 簡單的縮方 那在其他的空間裡面 在其他的基底裡面呢 是完全不做任何作用 對不對 好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的是這個mapping 會是很簡單的mapping 也就是說這個 這一個 這個x呢 它其實是代表了一個很簡單的通則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個很簡單的mapping呢 這個通則呢 又可以去approximate x 所以它就變成說這個通則是可以用來去解釋 這個x 之所以長的會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這邊是4 這邊是3 這邊是3 這邊是2 這邊是5 之所以長成這個樣子的背後的通則 OK 這個是x-dot所代表的意義 那 based on這些通則呢 這個x-dot通常不會是一個sparse matrix 可是這個x會是一個sparse matrix 好什麼意思呢 這個x你想想看 為什麼它是一個sparse matrix 你想想看一個user如果他今天在 如果這個是amazon的rating matrix 那一個user你覺得他會看過幾本書 一個人大概看一輩子看過幾萬本書 甚至幾十萬本好了好不好 那已經算夠多了對不對 可是amazon賣的是幾百萬本 甚至幾千萬本的書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的user可能不會 跟每一個items都會有interaction 所以大部分的這個sales呢 基本上是空的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x是spars的 可是這個x-star呢 它除了可以用簡單的通則去解釋 這邊之所以是4 這邊之所以是3 這邊之所以是2 它還可以去解釋其他的格子啊 所以這個x-star呢 如果它不是spars 它是dense的話 那這些dense的cell 他們就會 這邊是空的的cell 它就會有值了對不對 那這個有值 這個value呢 是不是其實就代表就是說 那我用去解釋這些 我看過有值的這些通則呢 那我也可以拿這個通則去解釋 c有沒有可能會跟 tad有沒有可能會跟c這個item 有一些interaction 用同樣的通則去解釋 可以嗎 所以那個值呢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拿來去predict user 某一個user 某一個user 是不是會喜歡某一個item ok 可以齁 所以基本上 通常人家在拿這個recommended system 在用的時候呢 怎麼把這個factorize的結果 用在recommended system上呢 基本上就是把我找到這個wh 就是這個factorize的 x star 那它是一個dense matrix 那如果這個dense matrix呢 那它裡面 對於現在是空的那些cell 有值的話 那我就base on 那些值呢 去make recommendations 比如說對這個tad來講 我就找這個row上面 在x star裡面 這個row 最高的前幾個cells 而且是user沒有給過rating的那些cells 那最高的前幾個我就把它拿來去當成是我的recommendations ok 那這樣我就可以做到recommendations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一些經典的這個onsupervised learning的task呢 那我想dimension reduction也是一個 它基本上 還記不記得dimension 這個我們學過了對不對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試著去對這個x呢 找到一個low dimensional的representation ok 好 那這個dimension reduction呢 比如說很常見的方法 比如說像PCA 這個我們一開始就學了對不對 假設這個x的這個random variable呢 它是一個二維的random variable 那這個datapoint呢 其實我看到這些datapoint呢 都是x這個random variable的sample ok 它是一堆samples 那這些samples呢 我可以對它去找 這個所謂的principle component 也就是那個方向 such that怎麼樣 這些samples它的variance是最高的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找到這個方向 是principle component1 這個方向是principle component2 對不對 好 那我要做dimension reduction 怎麼做 比如說我就可以把principle component2 這個方向丟掉 對不對 所以只留第一個dimension就好 所以每一個datapoint呢 原本現在要用兩維表示 我現在就只用一維來表示 就好了 ok 那我做dimension reduction有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你可以對資料做一些壓縮 啦 或者是你可以把reduce the dimension 的這些資料呢 位到一個supervised learning的task裡面 對不對 去加速我的這個supervised learning 這個task執行的速度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都看過了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經典的這個onsupervised learning的tas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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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